萧王带着金无味直奔京城而来,摆明了是要跟皇上撕破连。 这个时候,皇上除了派兵镇压外,什么阴谋诡计都没有用,可偏偏皇上现在缺的就是兵。 他虽早遭下了秘旨,让各地驻军带兵来京城秦王保驾,可最快一路兵马也要明天才能到,而且来了也不一定能派上用场。 区区几万人马还不够给金无味撒牙放的。 当然,这并不是说皇上行事不周,准备不全,实在是事情远远超出了皇上的预料和控制。 之前,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,以为拿下了萧天耀,金无味就不值得重视。 哪里知道,萧天耀居然逃了出去,并与金无味会合了。 没有萧天耀的金无味,皇上自然不会放在眼里。 现在萧天耀与金无味会合了,金无味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。 天知道,进京的援兵能不能顺利进城。 林相,你可有办法拖住萧王的脚步。 当即者迷,皇上是一点办法也没有,才会并急乱投医把林相找来。 皇上,萧王孤身一人,要寻他的软肋,着实不容易。 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萧王妃和苏家的大少。 可现在萧王妃和苏家大少不再精准,我们就是想要拿人威胁萧王,也无从下手啊。 这就是林相,哪怕身居高位,形势仍旧套着一股小家子气,能有阴谋,绝不用羊毛。 苏家大少能有什么用,不过是一个属下。 萧天耀能为了一个属下放弃大好机会。 皇上嗤之以鼻。 要是能抓到你那大女儿萧王妃,说不定能派上一点用场。 可偏偏,他手下的人无能,在京中找了三四天,也没有找到萧王妃的身影。 皇上,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 林相眼前一亮,萧王妃与他外祖家关系亲厚,如若我们把蒙家人抓起来,用他们来威胁萧王妃,萧王妃必会就范。 而有萧王妃在手,就不怕萧王不投鼠忌器。 萧家? 皇上最近头疼得厉害,脑子也比之前顿了许多。 越想了一下才明白过来,当即大喜。 好好好,好一条妙计,爱情此计可行。 来人,去把萧家老少请进宫。 奴才领命。 一旁伺候的太监明白皇上的意思,领命退下。 皇上英明,有盲家老少在手,萧王妃必会妥协。 到时候,圣上不费一兵一族,便能将萧王拿下。 林相趁机拍马屁。 可是皇上只是脑子顿,并不是傻了。 略一想又觉得,此计还不够保险。 在天下大事面前,萧王不一定会妥协。 蒙家人要拿下,但也不能全指望蒙家人。 我们得做两手准备。 您向你再想想,还有什么退敌妙计。 皇上现在并不想一举拿下萧天药,只要多拖几天。 几天后,各地的援军就回到,到时候,萧天药就算有金无尉在手,也不可能轻易破城而入。 这,请圣上荣臣再想想。 林相一脸为难,想了许久,在皇上不耐烦的催促下,才小声地说了一句。 皇下,不如派三皇子出去求援。 三皇子周子安,周贵妃的儿子。 背后有一个领兵的周家。 周家手上的兵权不算多,但也不算少。 此刻也收到秘纸,私下带兵进京,勤忙保驾。 凭周家手上那点人马,成不了什么大事。 周家一直希望病好了的三皇子能去军中转一转。 好在军中树立威信,收拢一些兵权。 萧王叛乱虽是坏事,可在周家眼中却也是一个机会。 如果能说服皇上让三皇子私下出城,收拢各地援军,到时候三皇子就是援军的统帅。 如若三皇子能带领援军打退萧王,三皇子离皇位就近了。 当然,周家人也考虽到了三皇子要是败了会如何。 可现在的情况,即使没有胜算,他们也要赌一把。 不然,真等萧王破城而入,三皇子不败也不会有好下场。 子安? 他从来没有带过兵。 皇上也想过派人出城,将各地援军整合,免得他们一盘散杀,被萧天耀逐个击破。 原本,太子是最好的人选,可那天的时候,太子已彻底成了废人,不堪重用。 在皇后派系的暗示下,皇上动了重用大皇子文王的念头。 只是那时候,情况还没有这么危急,皇上倒也放心。 可现在的情况,已是十万火急,把外面的援军交给什么人掌管,关系到他的皇位坐不坐得稳,他不得不谨慎。 皇上,三皇子天资聪颖,熟读兵法,外祖和舅舅皆是名将,凭他的身份与能力,定能震慑那些将领。 林相已经被绑到周家的船上,不得不为周家说话。 皇上知道林相有私心,可林相这话也不无道理。 各地的援军分数不同的将领,要让他们听一个人的话,绝对不是容易的事。 统帅之人没有足够的身份与才能,绝对无法将各地的援军整合起来。 此时,容震再想想。 此事事关重大,皇上一时也无法决定。 林相见好就收,不敢再多言,陪着皇上说了几句话, 林相见皇上一脸疲倦,激紧地提出告退,可却被皇上否决了。 近日诸事繁多,林相便留在宫中,方便镇照见。 对了,再把林夫人和林小姐林少爷一起照进宫,免得林相一个人在宫里寂寞。 皇上是什么人?是天子?是帝王? 为了自己的权利,他可以牺牲任何人。 林相说蒙家人能逼林初九就范,那林相呢? 不管怎么样,林相都是林初九的父亲,如果蒙家人无法威胁到林初九,他不介意拿林家人试试。 有用则好,无用也无所谓,不过是多杀几个人。 圣,圣上。 林相没有想到皇上会这么狠心,顿时全身冰冷,无法思考。 不过是一家人在宫中小住,不必惊慌。 不管心里抱着什么目的,皇上面上仍旧是和和气气的。 是,是。 林相有苦难言,却只能点头认命。 林相被带下去了,很快,林夫人林婉婷和林家大少全被接进了宫,住在皇宫一脚,由重兵把守,五指不得进出。